哈囉大家好我是須鈺 很久以前我出過一次武器的分析影片 但是對成品不是很滿意 那當時也承諾過說會出重製版 不過一拖坑就是兩年啦 等一下 幫你們的球棒放下 如今呢 クラスシーク的環境也改變了非常的多 那當時分析的東西跟現在分析的東西差距也很大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計劃做一些些的改變 來變成一個全新的企劃 王冠點數全面分析 那這個企劃呢 會把所有需要用到王冠點數的角色全部都分析一次 從武器 女王 還有超絕席系列 每個角色都會講到喔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囉 技能 將綠色紅色色珠轉換成藍色色珠加一回合內有機會落下先前角色的C珠 C技 對單體造成大幅傷害加全體大幅傷害 被動技能 當自己在前頭時破壞傷害色珠時不會受到傷害 當自己在前頭時一次點按達成12連鎖14身攻擊力提升 冒險開始時 武器 龍組角色的技能回合縮短2 武器 龍組角色在前頭時掉落一個藍爆彈 大 自從王冠點數這個計劃實施之後呢 武器的入手方式也改變了 那天叢雲其實也變得更好入手 同時我還是覺得天叢雲是最平民的藍屬性洛西角色技能 那也是我覺得最該優先入手的武器 但是呢 他的被動其實算是比較差的問題 造成玩家玩到後面的時候其實不太會練他 反而是在中期 大家可能包包比較淺的時候用來過度的定位 只要玩得比較久 然後你包包的深度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天叢雲的上檔機會就會越來越少 不過他還是有個優點 就是長得很像某隊武包胎裡面的二姐 所以他應該還是有一些重視本質啦 偷偷說一句 我其實是老單的感 總結評價 入手推薦度 5顆星 B99推薦度 1.5顆星 被動速推薦 倍三即可 技能 將藍色綠色色珠變換為黃色色珠加對單體造成超大幅傷害 恢復相當於造成傷害之30%的HP 加一回合內藍色珠將不會出現 機器 對單體造成特大幅傷害 被動技能 當自己在前頭時破壞傷害色珠時不會受到傷害 當自己在前頭時暴彈的暴風將會強化 自身在前頭時 黃色珠有機率變為紅暴彈掉落 最初的回合和之後每三回合 紅屬性角色的C珠生成特大幅縮短 村鎮 是波爾的專武 但是他的技能組其實相當的連累 除非是整組大有改變 不然上場率不太可能會再提升 以現在的環境來說 CD7只有一回合的效率其實非常的令人難過 而且後續的版面整理能力不足 也是一個大缺點 除此之外 他被動的表現也不算是特別的重複 不但會推薦新手來換升陣來使用 很多關卡角已經超越了他的強度 除非他技能整組重置來追上現在的強度狀況 不然他大概只能繼續待在下種國裡陪一大個男人了 總結評價 入手推薦度兩顆星 B99推薦度一顆星 被動速推薦 備二就好 技能 產生炸彈C珠 特大 律暴殘 特大 各一個加三回合內 全角色攻擊力超大幅提升加二回合內C珠生成超大幅縮短 C技 對單體造成超大傷害 被動技能 當自己在前頭時可破壞障礙珠 當自己在前頭時暴風減輕將會無效化 50角色在前頭時避機率掉落C珠大 50角色的C技傷害提升 正宗 大概是刀武器裡面最沒有人權的角色 無力的偵辦能力 導致了他的使用性不是太低 但是被動相比起來算是比較好的一分 落C以及C技威力傷害之神 在武士隊伍裡面是有一個不錯的效益 但前提是 目屬性組得出武士隊伍 剛剛看了一下 目屬性的武士大概有27隻 在我自己的判斷之下呢 他能上場的大概有5隻 其中又有3隻呢 也不會去選他 入手推薦度 1顆星 D199推薦度 0.5顆星 被動速推薦 如果要用他的話就要全開了 技能 色珠隨機變為一個超大炸彈C珠 加一回合內全角色C珠生成就極縮短 有機率掉落自身的C珠 不會出現藍色珠 C技 對單體造成激烈傷害加至解除為止 自身攻擊力提升時 被動技能 當自己在前頭時可破壞障礙珠 自身在前頭時 黃色珠變為一個防暴彈 特大掉落 武器角色在前頭時 暴彈的暴風強化 自身在前頭時 黃色珠變為一個炸彈C珠 大掉落 鬼玩國鋼 是真正意義上 改變了Crush Giver生態的一個角色 從他素材的入手難易度 複合型的主動技 到可謂奇葩的三圍 在他出來的時候 都刷新了人們的閃關 順便科普一下 他其實是第一隻C技同時擁有單體激烈傷害 還有永久疊弓的角色 不過 在現在的環境中 他也已經沒有那麼的強勢 就算只跟其他68C的武器來比 他也還是有差了一截 除此之外 他要覺醒的時候 他需要花費的王冠點子很多 那他兌換一次 也只給武器 所以要換的時候 請深思 因為很貴 CD7 但是只有一回合的效益 剛剛在介紹村鎮的時候已經有提過 這邊就不再多講 雖然鬼玩國鋼呢 他是維二 擁有全體C珠 究極縮短的角色 但是在幾乎沒有什麼整版能力的情況下 還是顯得弱勢很多 被動的應用範圍也不大 還講直白一點 這是被動超級難 屬於他需要被重新修正的刀 還是 總結評價 入手推薦度 1顆星 覺醒推薦度 0.5顆星 被動速推薦 開背衣就好 整體來說 洛西的角色還是看得出來有一定的市場 主動技可以決定一個角色的下限 但是被動技才是決定他們上限的關鍵 不過看得出來 因為刀武器其實是在當時是第一個出來的武器 他們推出的時機比較老 也有一些些實驗性質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他機體性能其實已經更不太現在的環境 不過還是改變不了他們曾經是T1的世主 好正宗主啊 只能看看他們還有沒有機會再被重新組織 那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不過這集算是一個四波集 有任何意見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說出自己的想法的話 也歡迎私信我喔 在最後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因為這次攻武器出來了 雖然他的技能局是沒有任何改動的 那如果我自己的計畫是有改動的話 那我就會第二集直接出攻武器來介紹吧 不過這次看來官方是沒有改的 所以想要問大家的想法是說 我要照原定計畫照順序出呢 還是為了這次出攻 我再直接把攻直接拿來第二集獎 那有任何建議的話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喔 那就這樣子囉 掰掰